女主没婚前是个出色的设计师,婚后老公说着,我养你,之类的情话,让她辞去了工作。 在家全职照顾孩子,做全职太太,在外人看来,有个体贴的律师老公,有个可爱的儿子,关键还不用工作,麦尔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生活,让人艳羡,然而,在这些岁月静好的表象之下,麦尔却有着难言的苦楚,麦尔回归家庭后,从设计师变成了洗衣,做饭,刷马桶的全职嘱咐,她虽然很用心的照顾孩子, 但却经常被老公责备,你怎么连个孩子都带不好,她苦心经营,把家里的一切都打理得紧紧有条,但她付出的一切,老公都觉得理所当然,对她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。 当听到外人夸奖麦尔时,老公笑着说,她真的就是个家庭主妇,家务做得不错,因为她过漠视麦尔的付出,老公甚至背着她,公然出会女秘书,和女秘书在街角拥吻更是日常,几年前身为热计师,体面风光的麦尔估计怎么也不会想到, 决心成为臣直太太的她,在婚姻里付出的一切,不但得不到老公逆思的理解和体谅,还换来了老公的出贵和背叛,婚间老公信誓淡淡,说,要为她遮风挡雨,护她仪式周全,合婚后所有的大风大雨都是她给的, 其实像男老公一样,婚,因离很多男人,都看不到妻子为家庭的牺牲和付出,他们总以为家里的地板是自己干净的,饭菜是自己想的,衣服是自己洗干净放整齐的,孩子是自己长大的,他们把一切都看成是那么理所当然,有个叫我月薪两万,但撑起这个家的却是我老婆的帖子,一度刷包朋友圈,一位丈夫公才表示, 她虽然热心两万,但撑起这个家的,却是她的全职太太,因为太太的精心打理,她永远有烟火气,被子永远是蓬松的,地面永远是正洁的,茶水永远是热的,孩子永远是温暖微笑的,她才得以安心全身心,去投入到工作中,妻子放弃时也在家照顾孩子,打理家务,这位男士没有觉得理所当然, 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激,或许,这才是婚姻里一个真正的男人该有的姿态,而不是一味的对妻子的付出感到不幸,不就在家洗洗衣服,做做饭,打扫个卫生,带个孩子,能有多累? 女人出轨原因只有一个Mail和老公搬到新住所后,认识了中年放弃的男邻居给冷沉溢逝,男邻居知道了Mail曾经是设计师,并看穿Mail不甘心现在只是洗衣,做饭,刷麻图的生活后, 她鼓励Mail不要放弃梦想,并给她介绍了一份设计的工作,Mail欢呼雀跃地想和老公分享,说自己有机会可以重新做设计工作了,却只收获了匆忙出门的老公几句冷淡的敷衍, 因为,老公从来都没有把Mail的梦想和真正想要的东西放在心上,Mail特别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, 敬意求尽来熬夜加班赶进度,但因为晚上熬夜加班太累,Mail白天工作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,错过了接儿子放学的时间, 她醒后赶紧跑到路边打车,想赶去学校,结果却接到老公电话,被劈头盖脸一顿骂, 一次都没有接送过孩子的老公,就这样毫不留情面低,对数年如一日接送孩子, 唯一一次出错的妻子大发雷霆,Mail站在路边,听着老公的责备, 惶恐的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,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 每一次Mail需要老公的时候,老公都无一例外的不在,而男邻居却恰好都在, 并给予Mail理解、知识和默契的陪伴,Mail之前的工作是要清理, 他有一厢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模型要搬回来,但老公却觉得无所谓, 一直说没时间陪他去,而男邻居知道,后却专门开车陪他去哪, Mail哥不受伤,男邻居第一时间赶去带他去看医生, 而懵于工作的丈夫,甚至都不知道妻子受过伤, Mail到英国出差,到伦敦后他性格惨烈打电话给老公, 激动的想和老公分享伦敦的天气和见闻, 但老公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,就在他腹上面膜准备休息时, 不小心按了男邻居的电话,没想到男邻居不仅了结, 而且和他很默契,得了起伦敦的天气、文学和见闻, 甚至在Mail得知老公出轨后,也是男邻居一直在他身边安慰,开导, 有人说,男人出不出轨,取决于有没有机会,女人出不出轨, 取决于他的男人,Mail精神出轨了,一个女人, 在婚姻里最需要的爱的滋养,理解和陪伴,老公一分都没给啊, 男邻居却全都给了,在察觉到Mail和男邻居的微妙变化后, 丈夫去问Mail你是不是看上人家有钱了, 有个宝妈曾说过一段让人心酸的话, 不说我要离婚都没人理解,她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, 她一做饭也疼爱孩子,但她不沟通不交流也不关心我, 没表情也没温情,跟朋友说都觉得我不知足, 但我是个人,是个需要情感滋润的女人, 有人说,婚姻的第一杀手,其实就是这种某样式的伴侣, 你说的她听不见,你做的她看不见, 你需要她的时候,她永远都不在你身边, 其实,有时候女人需要一个男人,就像逃击者需要降落伞, 如果此时此刻她不在,那么以后她也不必在了, 就像Mail说的,跟你在一起,让我很想念以前的自己, 你没嫁给这样的男人,不仅得不到爱,支持和陪伴, 还要多付出一份,不本理解和体谅的照顾君老公的责任,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人吐槽, 家个男人干啥,钱是我争,家务我做,孩子我管, 我还得多伺候一爷们,她是个吃完饭一推晚, 站起来回头看,看沙发垫子掉下去, 都不时以下的大爷,家男人干嘛,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人后悔结婚了,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姑娘不约结婚了, 大概因为在婚姻中,女人忍让了太多, 付出了太多,妥协了太多, 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幸福, 人心是一点点变凉的, 男人们,别再让那个为你为家操劳, 付出的女人寒心了, 因为真正走的那次关门声最小, 一旦一个女人心死了,离开了, 就再也不会回头了, 男人爱不爱你就藏在生活的小细节, 笔之中有一幕让人感触很深, 在一次聚会中, 老公当着所有人的面, 嘲笑梅尔开车撞到柱子上, 不管梅尔怎样解释, 老公都不顾她的难堪, 笑着和大家分享她的旧事, 妻子的闺蜜替血的说, 你的破车就算成毁了, 也不至于一直骂她吧, 这远比她重要吗? 当问到男邻居这个问题时, 她说, 妻子把车撞坏了我不会骂, 因为有买汽车保险, 我从不觉得物质比她重要, 男邻居接着说道, 我突然想起, 上次开车的Mail去工作室哪模型, 她走路走得左腰右晃, 我还以为她害怕弄破模型, 现在才明白, 她是怕光花我的车, 然后男邻居看着Mail老公说, 还不明白吗? 这代表她训练有素, 经常被你骂, 其实Mail很喜欢开车, 但因为经常被老公痛骂, 她再也不敢碰她的车, 有人说, 男人爱不爱你, 就藏在生活的小细节里, 当妻子, 开车出事, 老公第一反应, 是关心惊魂未定的妻子, 还是心疼自己的车子, 其实, 就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, 妻子在老公心中的分量, 还有一个跟车有关的小细节, 可以反映出男人对妻子的态度, 那就是, 副驾驶的位置, 要不要留给妻子, 听朋友讲过一个他同事的故事, 男同事老路, 结婚七年, 有很成功的事业, 有个海外留学归来的女同事, 对老路动了心, 发誓一定要从他老婆那里把她抢过来, 有一天, 朋友和女同事要搭老路的车外出, 女同事开心的拉开前车门, 准备坐到副驾驶的位置, 可老路却笑着对她说, 不好意思, 请你坐后排, 副驾驶是我老婆的专属位子, 其他女性坐, 离我太近, 我不习惯, 女同事一乐, 不高兴的坐到了后排, 老路看到后笑着解释, 以前, 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, 自行车只有一个后座, 那当然是留给老婆, 她搂着我的腰, 我就觉得心里踏实, 后来, 日子好了, 买了汽车, 离我最近的副驾驶的位子, 当然也是留给老婆, 一转头就能看见她, 我就觉得心里踏实, 这前面放大, 也都是老婆的私人物品, 有她的粉红色拖鞋, 有她最爱吃的零食, 有她最爱翻的书和杂志, 座椅的靠背, 也是以她最舒服的角度调好的, 朋友说, 女同事从此退去了, 再也没对老路动过心思, 女同事说, 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, 这么自然的在旁人面前说, 起自己的妻子, 这样的不需要任何一美之词, 只是为她保留了一个位子, 这是她的特权, 任何人不能欣赞, 就这么简单, 可她却很明确的知道, 老路的心里, 再也容不下自己, 或许男人爱不爱你, 就藏在生活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里, 副驾驶的位子留给你, 出事的时候护着你, 做家务的时候替着你, 男人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, 但如果他爱你, 你一定能感受到, 婚姻最动人的, 或许不是老公年年月月的甜言蜜语, 而是你时时刻刻, 都在他的心里, 欢迎转发, 评论和点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。